该不该省的就赞成不省钱 其实这个省的啊 我的理解是什么呢 就是说 比如说你该想去参加的一个活动 或者是你想买的一件衣服 或者你想吃的一顿饭 你就是为了 哎呀妈这得花钱 我别去 我别买 好像这个意思 并不是说 你就没事就去扔钱 就是那种方式 但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为什么咱们不能省钱呢 因为人的一生 他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 对吧 你过完今天 你再也回不来今天 是的 你今天能留下的美好回忆 干嘛要留到后天去 想做就做 别做那个田奴 别遗憾 别影响了你的乐趣 不要省钱 生活当中 好 吴爷爷 诗书传家酒 勤俭记事长 新三年旧三年 风风扑扑又三年 一分钱掰成两瓣花 为什么说 生活就是一个省字 这个省字 为什么做人要省 这是能够 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省字 他能说出一个人的美 看出一个人的勤俭 是美德 而且还是说理智 他有消费的理智 他有他的思想 也是他一个良好的品德 好 田奶奶 好